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4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是24日的大日子 這是日本正式 排放 福島核電廠 已經處理的核子水 也是香港 香港就是 建制派空前大團結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斷團結了 其實他們的內控不斷 從2019年 之後開始 再到2020年 足足三四年時間 不斷內控 最近 終於 稍為有一個聯合陣線 這次 是對準日本 對準日本 要搞三搞四 繼續要將日本 排放核廢水事件 上升至外交層面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由於我們兩條頻道 也是被停止免費模式 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 繼續把獨家節目 放在Patreon 我們今天也會再有詳盡分析 整個 政治的大局勢 在日本 還有香港 等等的問題 我們也會放在 Patreon節目再跟大家詳細探討 我們這一節 集中要討論的 是香港的這一群垃圾建制派 這一群人 很久 沒有飛撲過出來的 大家都 足足 有幾年時間 連這個 陳婉嫻 是誰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是工聯會 之前的主席 由於民建聯工聯會 在這個叫做香港 是閹割了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 他們也 不需要 從香港市民大量的藍絲 手上 獲得選票 然後 走去做二月 所以他們本身 本來就喜歡 欺騙選民 即是藍絲的選民 他們現在更加叫做如入無人之境 因為 根本 不需要對他們做任何交代 只要 做盡這個叫做漁民政策 就可以了 即是在這裏漁農事物 這次 就是漁民政策的最重要 是表表者 這次又是再一次 利用這個叫做日本議題 是嘗試 繼續煽動 香港的這一班 親建制人士 民族情緒 工聯會 和民建聯都分別地 作出這個要求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全面 制裁以及 制止 這個是日本進行 工聯會的前主席陳婉嫻 也出來宣稱 說日本向全亞洲宣戰 問人家為甚麼不相信數據 說歐洲和美國可信嗎 如果日本排放這個 是核廢水 絕對不只是 是亞洲受害的 如果你真的說得那麼嚴重 日本對著那個叫做太平洋 太平洋的另一邊 就是美國 所以美國也沒有出聲 為甚麼是日本向亞洲宣戰 不是向 整個太平洋 的附近國家宣戰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還有土共組織 的宣傳手法 想利用 這次日本 排放 核廢水的問題 變成了 兩個陣營之間互鬥 趁著這次 有大量的市民 坦白說這個問題要分開再處理 有 處理過的廢水 要排到大海 這個問題一定是具有爭議性 這個我們完全同意 但是 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的建制派 是要借這個問題 繼續散發這個恐慌 然後再當成是政治鬥爭 要鬥到這個日本 就肯定 肯定是事實擺在眼前 所以 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 我們絕大多數的情況 除非有很強烈的證據 不然我們就會站在日本那邊 你只是看看這個 國家機器的開動 包括 包括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港共政府的李家超 還有這一群 過氣 曾經是過氣 這群土共組織的成員全部 清一色 飛撲出來 這個就叫做國家 開動機器了 大家應該都見識過 他們絕對不是 第一次 試過很多次 是中央定調 跟著下面的所有組織 媒體 機器 全面開動 就是要 做到這個議題 鋪天蓋地為止 作為這個國家機器曾經攻擊的對象 我們也可以說得上是相當之有經驗 事實上在去年 同一時間 開盡所有的機器對我們進行攻擊 足足 差不多攻擊了兩個星期 所以日本 現在 是剛剛才開始 很成功地 再一次利用到 人的恐懼 就算有很多人可能 知道是中國大陸炒作的 知道中共不對 香港的建制派也不對 但是人 就是有恐懼 所以 很多人會有警戒心 覺得 就算我可能真的是黃絲 都可能真的會想 會不會也真的有些不對呢 這個想法 其實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千萬不要忘記 這種想法正正 是中共 在每一次 都是 同樣地形容 例如武漢肺炎 當 全世界跟你說 沒有問題 可以解封的時候 當時他們的國家宣傳是怎樣 說這個 病毒很危險 殺傷力非常高 然後 有很多數據告訴你 有大量的人受害 基於每一個人 都一定想保護自己安全 既然有風險 當然 不想 承受 他正正 就是利用你對事物的恐懼 然後 將那件事擴大 其實真的很坦白說 如果日本 放在海裡 那些核廢水是真的非常有害的話 你不需要擔心 實際上 你今天 對不對日本宣戰 你對日本制不制裁 你限不限制 日本的水產進口 甚至乎是所有的日本產品 都不代表 你可以逃得過 太平洋 都跟全世界連接 如果 那些廢料 是很大影響的 很大殺傷力 你以為 不吃日本魚生 就沒事了嗎 其實不是一樣 所以 根本 沒有辦法 justify 沒有辦法 去說為甚麼香港對日本 搞制裁 是有用的 你不要說到自己 好像 拯救世界一樣 如果你 覺得要拯救世界 你不應該 只是在香港 制止水產入口 你應該組織 其他部隊 去向日本 可能是示威 又或者採取更加進一步的行動 中國大陸不是有很多 相當先進的科技嗎 你派兩艘核潛艇 去福島外面 其實你說到禁行 說到自己 好像要拯救世界一樣 實際上 根本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根本 是利用繼續利用香港人傳統 那種恐懼 其實全世界人都有的 不過香港 實在這個地方有錢 個個太過疼心 一說到 危害健康的東西 個個就卻步 每一次都成功 武漢肺炎如是 新冠病毒如是 每一次 說到大仁大義 到最後 跟你說沒事了 可以解封 大家又一起 看看倒數 甚麼時候 這個議題不能夠再炒作下去 然後 好像這個常鵝有多少號 中國大陸 可能覺得這個議題不能再打下去之後 就會全面把這件事 收屁 我們真是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 對中共 還有土共 還有土共 實在太過熟悉 每一次 講到跟辱華有關 又說要追究日本 原來 講來講去 就是要制止日本的水產進口 你說到 日本那麼邪惡 你不需要讓日本制裁你 實際上 可以 限制不要讓人買飛機票去日本 也可以在香港 進行文化大革命 全部 日本產品 全部 立法禁止 你做得到的 為甚麼一直都不做 既然日本那麼邪惡 是不是 又說日本 二次大戰侵略 很多謊話 所有東西都搬出來了 說得那麼大仁大義 香港 立法會你也控制了那麼久 你要通過法例 全面制裁日本 有甚麼困難 為甚麼 每次 等到中國大陸有外交風波 要借議題對日本發炮的時候 你們才 把這件事 上綱上線 所以各位再一次清楚看到 當然你有權繼續恐懼 但是你是清楚看到 這班人再次 是借助 普通人對一件事 對一件未知的事的恐懼 然後 再將他 無限提升 然後變成了 欲華風波 再去到 繼續煽動全中國 還有香港 的藍絲 全面反日 所以你說香港 不是變成了 中國大陸 肯定不是事實 現在 香港將會一大群人變成 跟中國內地的五毛一樣 總之 就是美國和日本不適合 下次就是台灣和南韓 現在 其實最直接的後果出現 就是在香港 經營大量日式 食品的食肆 還有 在日本進口貨品 等等各種的問題 到最後 差不多也是要跟日本等於切割關係 其實這次 借這件事 變相 對日本進行經濟封鎖 其實又是 再一次搬起石頭 摘自己的腳 跟上次 用藉口去制裁澳洲 其實有沒有分別呢 想想就知道 到底 你制裁香港人和香港的商家 香港作為消費者的普通人 同樣受害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貨品 絕大多數 比起其他地方 質量更加好 價錢更加便宜 其實 到最後 也是跟你說 不允許用日本貨 你 到最後 作為一個消費者 也是受害的一群 被迫要用國貨 不用國貨 用來老貨 歐洲運過來 成本當然是貴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探討到這裏 就算是貴